昨天的影片有關於郭俊安和歐善儀的事 主要是因為兩件案件 郭俊安拍劇回來 另外就是因為他上市他姐姐的公司 今天見到郭俊安被訪問他 因為他的劇《金色森林》要開記者之旅會 所以他當然要接受記者的訪問 但我想記者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樣子上 因為大家曾經看到很驚慌的樣子很硬 他曾經大方回應過關於後天加工的樣子 我想做一個藝人這方面也是很麻煩的 因為他都五十九、六十歲 自自然而然就是大家看看你的樣子還行不行 這次出來真的很老實 我覺得自然回到很多 我想他用了很多功夫去處理他 我想現在是自然而不是像以前 我想應該打了很多BOTOX 於是就很僵硬 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自然了 是你老了一點 再多了些皺紋 但反而我會覺得舒服了很多 首先恭喜他再回來拍劇 大家都很期待 三界是帝 你不能說他沒有實力 一定是很有實力的 郑安是穿了灰色西裝出來的 然後就像官仔骨骨一樣 不過已經是蒼老一點 眼紋的人說是比較深一點 他特意留了兩邊有一點白髮 可能大家就比較少見這個造型的安仔 但因為他今次做上次公司主席 所以都OK的 笑起來也有一點腳硬 但比以前已經好很多 覺得他比較健康 我想很多網民 我看到他的回應 都是對他的造型 他的身體的狀態 都是有一點信心 所以希望他可以 保持得好一點 然後再做多些好的作品 給我們看 始終他是屬於演藝界 做了這個開鏡儀式之後 記者和TVB的記者都訪問他 當然核心當然是說一說一說氣 但實際上當然是說一說圍繞他婚姻的問題 他跟老婆18年已經歐善兒 最後就離婚 郭俊安也說了 大家都適應了 其實兩個小朋友 一早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都很聰明 都很慶幸那兩個小朋友 體諒他們家庭之間 有兩個體諒他們家庭變化的小朋友 他說兩個小朋友一早知道發生了什麼 他們都很聰明 沒有說什麼 我想最主要是跟以前的生活差不多 才會說沒有什麼 為什麼 因為歐善兒很早已經沒有去照顧對子女 其實很多年前他已經開始專心去讀書 就將對子女完全交給郭俊安 所以你看到以前的訪問都說 煮食之類的東西他都沒有理會 是不是呢 就是家庭的東西 總之就是郭俊安照顧了 他就全心全意去讀書 在過去訪問裡面 都說了郭俊安小拍劇之後 全部是理會了家庭 請了親戚來打理頭家 其實大家再回憶一件事就會記得 就是其實現在的女兒是約十一二歲 十二三歲 其實他分居的時候 我計算過他應該是十歲十一歲了 但是你再數起來 在七八歲的時候 歐善已經是專心去讀書了 就不理會家庭 就把郭俊安全部丟掉給郭俊安 他很有心理準備 所以就 就是這一對子女 或者尤其是小女 大家要去想回 就是說他七八歲開始 已經沒有媽媽去照顧他 這件事在歐善儀的口中裡面 其實已經表述了出來 如果你問全世界的心理學家 那些專家 我想沒有一個人會跟你說 可以了 那女孩子都七八歲了 已經長大了 媽媽不用在身邊了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心理學家 會這樣說 這個是經典 我想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這樣說 那你現在說他們已經習慣了 他是被迫習慣的 就是有什麼辦法 我媽媽都不肯回來家庭 對不對 他都不理你 他說他每一句說話都是在說 你看看他在訪問的時候 怎麼會不停說他的子女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他全部都在說自己的 就是我現在考試 怎樣怎樣怎樣 我跟著我工作又怎樣 他全部都在說這些 就是一個人要自私到這樣的階段 其實真的很難 真的 你完全在那個子女 就是這個女 先不要說兒子 你說兒子跟過老爸 算了 當是你說得對 其實很多兒子都是跟媽媽的 你說七八歲開始已經完全不需要理他 我真的服了 沒有得說 完全沒有得說 一個這樣的媽媽 真是經典中國經典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告訴我 是 那個媽媽是一個子女 就是這個的 他七八歲的時候 那個女的時候 是呀不用理他了 他自己可以搞定的 這樣他跟爸爸就可以了 這樣 如果有一個媽媽這樣說的話 你又可以接受的 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我覺得 子女也好 郭俊安也好 是沒有辦法不接受 所以你如果 反過來看的時候 郭俊安有些人說 郭俊安很過分 什麼什麼 我又有什麼過分 其實 他要做 要遷就的東西 已經遷就了 即是你不要對子女 然後 劈下她 給郭俊安去理 這樣 那麼 郭俊安可以不理 我都劈下了 找人去照顧就算了 是不是這樣 老公只能夠儘量做少一些 娛樂圈的藝人的工作 不就多一些在家 因為那個女生很小 那時候只有七八歲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沒得說的 即是被迫的 對不對 所以你 反過來看回 我現在看回這些情況 我覺得 其實是 就是 老婆說要出去做事 我想其實都不是一個問題的關鍵 就是重要的核心 而是 他根本就不想在這個家庭裏面 佔一個位置 他不想盡一個做太太 或者是做一個媽媽的本分 所以 即是 我想在郭俊安 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你想去讀書 那我支持你啦 那沒有想過 即是我想過 總安真的沒有想過 絕對沒有想過 說他讀完書之後 其實 你想想那老婆 可以 為了讀書 而不理對子女的 我想其實郭俊安都預料他們出來做事的了 他都應該去接受的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早做好很多的 即是 防範美嚴的功夫了 我想 所以我現在收回以前我說 郭俊安就不讓他出去做事 即是我覺得不是的 郭俊安已經沒有資格的 也不敢他這樣想 你想想 那女兒七八歲的時候 她都扔下了 她都不理了 當然是你理的了 我要出去做事的了 我讀書就做你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他都覺得沒有所謂 這樣 盡量遷就你了 你喜歡出去做事 你喜歡出去讀書 這樣都OK啦 但我們是一個完整的家 我覺得郭俊安就一路退一路退一路退 退到最後 他就要離婚了 郭俊安還要 不如我們再想清楚 還要用兩年時間 如果郭俊安是簡單一點 一年 是不是呢 兩個都體諒的 都同意這個問題 那不是的 證明了是兩年了 需要 所以你看郭俊安是被迫一路退後 他是 總之你要什麼做 我遷就你 總之你繼續在家庭 你飾演一個角色 這樣就OK啦 你要做的事情 我幫你做了 郭俊安就是一個這樣的層次 你看到的是不是先 即是 很小時候他都讀書了 就是你管了他的東西 你兒女的東西 那他就一路退一路退 找人幫你煮飯 找人幫你什麼東西 總之你留在家庭名義上 你是媽媽 就是這樣 或者大家有時是 一起出去的東西 就是這樣 所以我又覺得 就是之前我想那些東西不對 就是說是 郭俊安說不讓他出去打工 什麼的 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我想郭俊安說 你只要如果你打工 你繼續做回你 這個位置 媽媽 你可以少一點去跟他見面 我想郭俊安都可以接受 現在就 所以你看到這個女人就是 徹底不是 為什麼呢 他這樣不可以 掠你幾千萬 然後走出去外面自己放飛 很明顯就是這件事 所以歐善儀是 在那個階段開始處心積累 即是要有自己的學問 跟著有學位 話就說這件事 但其實還有錢 他就可以 又在工作上又開心 跟著自己又不用管子女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整件事你看到是 歐善儀是有部署的 而 他一路逼郭俊安 郭俊安就一路退 退退退退 退到最後 真的無可再退 因為他 要的是離婚 我不離婚 怎麼拿了你的錢 還要等你 那間公司上市的時候 我又不要對子女 又不要你公司的股份 喏 你就是給我一大塊錢 那你 沒得說不 不然就很麻煩的 可能拿到你更多的東西 於是他就拿到自己最多的東西 這個基礎 你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歐善儀就是用這個方法 拿到他最多的東西 而他就可以自我 很愛他自己去玩 那 難道你跟郭俊安說 他有一句說話 我感受很深 他說 我很感謝對子女 很體諒 家庭 我想問一下 不體諒可以怎樣 我試試代表他子女發聲 不體諒就要罵他老爸 老爸 你真壞人 為什麼 你找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你找那麼多錢 就誘惑了媽媽 想掠你一大塊 然後他就可以放飛自由 很開心去玩他下半世 如果你不掠 你沒有那麼多錢給他掠 你是比較失敗的生意 其實他不會走的 對不對 他不是說 只是喜歡外面的男人什麼 不是啊 他想要有錢 你明白嗎 是有錢 他就要什麼都可以 他就可以玩了 明白嗎 老爸所以你錯了 你是不應該有錢 你窮就行了 你窮這個家庭 就會是融洽 斷結的了 他就沒有得放飛 沒有得搞的了 明白嗎 老爸你真是壞了 你賺錢 對子女如果不體諒 就應該說這些話 那他 我想說不出的 對不對 其實現在是 實際上真的是 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就是因為郭俊安賺到錢 我跟你說 所有人說什麼 郭俊安老啊 跟他差很多年紀 什麼成年 其實都不是的 你年輕啊 對不對 你很有錢 那他都一樣掠你 因為你有錢 是不是 哇 我要是要愛自己 明白嗎 那我當然 定我自己去放飛 很開心 拍拖幾次拖 之如此類的東西 更開心 對不對 用鬼跟你 就是 這個郭俊安守著家庭 你瘋瘋瘋的 所以那個關鍵是錢 明明啊 是他可以分到幾千萬 一夜掠掉他 搞定 我後患生夠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錢的問題 而不是 那些什麼其他 就是說 你郭俊安啊 不給你樓去啊 什麼的 多鬼魚了 浪費貴氣了 就是 根本你離婚就一定拿到這個錢的了 浪費氣 真的很搞笑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老婆是很有部署的 在某個時間來講 就應該發生了一些事 他會覺得 就是你看他以前很久之前 他的想法不是這樣的 他就覺得自己讀書很開心 你已經 但是一路讀書的時候 應該就碰到一些人 我想他的想法就突然間有些改變 當然啦 就是我之前說了 一般來說最容易就是 你遇到一個第二春 那你覺得 嘩 好正喔 我有錢 又有一個第二春 可能還有第三春 那不如我去享受自己人 應該為自己 他都說得很清楚了 那是啦 郭俊安真是壞 真是 你一天都是來的 你賺那麼多錢 搞到妻離子散 以後可能每一個男人 以後都要這樣 很警醒自己 不要賺那麼多錢 待會是妻離子散 我先有空問問我老婆 會不會 她也是啊 她現在 就是拿了我的錢 她又可以放飛一下自己 哈哈 正 好了 講到跟前妻的關係 郭俊安的時候 她就說 會不會現在這樣 形式會舒服一些 她就說 又不可以這樣說的 生活的認識改變了 形式 生活的認識改變了 我給她們 始終都是一份愛 就是給她們 子女 無論我們住的環境 改變 但是我們 都是大家相處 都是會 就是越來越加深 其實就是這些 繞來個圈 這樣搭這些東西 真是浪費氣 就是她不敢去直接面對 那麼 她說 現在這個階段 是那些子女 跟她一起住 當然 她們一早談好了 就是 那些子女都會明白 一早談好了 這個就是真的 很肯定 就是說 不是離婚那一剎那才談的 就是分居之前 已經說好了 就是 那些子女會跟她 其實這件事 歐善儀一早已經部署了 她很小 那些子女的時候 她都不管了 都交給你了 她跟那些子女的感情 很疏離 那她就容易 就是很撇脫 就是不要了 那 就是因為 歐善儀很明顯 她的目標就是 她的老公那些錢 你有這麼多層樓 我就可以拿到這麼多錢 那我押了對子女上來 那你自然 我不跟你爭 那你又喜歡對子女 而且你照顧那麼多年 你一定會對她的感情 更加深 那所以我不跟你爭 你沒有開心 於是 你就可以給多少錢 我都可以 就是我以前 就一路聽 就 我不知道 或者你們可以給點意見 留下阿賢 就是我真的只是聽過 那媽媽 就為了爭那些子女的撫養權 她是不惜一齊的 就是寧願那些錢 要少一些 或者不要這樣 她都要子女的撫養權 她爭得很厲害 我只是聽過這樣 但是我真的沒有聽過 有個媽媽 是可以 就完全不要那些子女的撫養權 真的 就是 之前又已經不理他們 自己讀書 我真的沒有聽過 很老實 你說現在那些 什麼女權運動 什麼什麼 那些東西 但是 都 一樣的 女權運動的人 都是對子女很重要 很重要的 現在是送了給她 老公 一個都不要 只要錢 真是歐善兒 真是超級經典 你們要 留下你們的意見 在這個討論區 我真的想知道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朋友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現代 我是不是太老套了 那些老母 現在不要的子女 是一個潮流來的 是不是我老套了 我真的不認識 希望大家 教一下我 另外 有關於她 創辦的上市公司 跟她姐 郭志欣 做公司上市 在分居的時候 突然間 就賣了些股份 其實我昨天都說得很清楚 那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麼對的時間 其實郭進安就說 這些事情 我跟Sindy溝通過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所以不需要去揣測 你聽到 郭進安用這樣的方法去演繹 你就知道 劉定堅 顧對了 你想想 如果她不是說 沒有 絕對沒有這些 她會這樣 直接說 沒有 絕對沒有 她不會對 我們公司的 股權 沒有這些 她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 她只是說什麼 溝通好 當然是溝通好 為什麼 溝通好 大家不用擔心 所謂溝通好 就是談判 談判就是溝通 不是什麼 你要將公司上市 你拿著30%股份 我勾線而 我可以有權分你 你不想我分 可以 給錢 所以這些就是溝通 可以斬一筆 你看 歐善儀幾多掌握 那個時機 問題不是說 溝不溝通 是為什麼 歐善儀這麼厲害 在這個時間 掌握到 你要上市 老闆 我就要跟你分手 是不是 她完全當作生意 來做 郭進安 要拿著對子女 又要拿著股票 於是 你的樓 要套現給我 明白嗎 麻煩 我 是不是 我是說 這件事 但是記者 沒有掌握到 為什麼 這個時間 問題是 時間 為什麼 歐善儀這麼厲害 在這個時間 因為 你老婆 跟你睡 當然知道你 搞瘋上市 當然知道你什麼時候上市 一路一大堆事情 是不是 她掌握得很好 就是在你上市那一陣子 嘻 喂 老闆 真是厲害 郭進安 根本就不敢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敢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 的而且確 歐善儀就是拿著這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 她要 郭進安給什麼都可以 於是 她就是拿到有幾千萬 舒舒服服給自己 過一輩子 就跟著把子女踢走 真是自私到極點 好了 跟著就會說 郭進安在訪問那裡 就是 他都是 盡量 就是 用一些 軟轉的說話去說 他說 都 是不是選這個時間 離婚 他說都不是選的 不是他選 是歐善儀選 是的 大家都覺得 有適合的時間 你看 他都答得很辛苦 然後就說 很難說 我是單一的原因 去決定 是否因為什麼原因 去離婚 其實 很麻煩的事情 我剛才已經說了 郭進安 我想直到今天 如果 老婆肯回來 她一定是OK 沒有問題 前事不計 因為 為什麼呢 很多人沒有 不明白一件事 很多人就說 安仔你也好 你60歲 你重新娶個女人 然後多開心 怎樣怎樣 郭進安不是這樣 為什麼 你看看他陪兒子 去英國讀書 又經常要 他在訪問裡面 經常說子女 你看到 他盡力去維繫一個家 郭進安是想 你這個女人怎麼變 算了 不要緊 你也是媽媽 你是兒女的媽媽 所以很重要 所以他維繫一個家 他願意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 他自己的東西 給你不要緊 他要維持這個家 所以問題是 你沒有了這個老婆 你就是沒有了媽媽 是的 家庭就是散了 你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個缺陷 你想想一個好的男人 你反過來 如果你是女人 你就想 老公出去外面滾 不要緊 忍一下他 他可能會後悔 然後回來家 我們都是一個完整的家 對嗎 其實郭進安就是這樣 他完全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他不就是一路 總之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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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 你出去做事也好 你出去讀書也好 不要緊 對不對 我跟你頂住 就是盡量 這個家系能夠維繫 所以他沒有想過 我已經退得這麼厲害 你應該不會走 他不是 歐善兒就是 處心積慮的 因為為什麼 要錢 他不拿了你的錢 拿一大塊錢 他怎麼可以放肥 所以郭進安真是 怎麼說 他真是被這個老婆 煽到一棟都沒有 是啊 他沒有想過 我用一個標準的正確 去告訴大家 這個男人去到 決定了分居那天 他姐姐才拍醒他 頂你的廢 大哥不行啊 你的股份不行 要上市 所以快點買給我 走過去 找姐姐跟你去頂住 去保存股份 他才醒醒啊 你想想 分居啦 你想想 那個女人說分居兩年 都在 兩年時間分居 我就一定和你離婚 那時候他才醒醒啊 你郭進安真是多蠢啊 但是他的蠢是來自 因為他很想維繫住這個家庭 他多蠢都要做 你反過來 男女反過來 你想想 那個男人走出去外面滾 又有另一個女人 又有另一個頭家 他還在那裡撐住 你看看 這個就是郭進安啊 但是 他有錢啊 你明不明白啊 這個女人要捕他 所以一定要跟你 一定要跟你分居兩年 我才能捕到你的錢 是啊 所以這個郭進安真是 唉 我真可以講 他為了維繫這個家庭 他是欺騙自己 他聰不聰明 他是聰明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 他希望老婆會回心轉移 是啊 所以 這個就是這樣 一個蠢男人 所以你反過來 什麼容易受傷的女人 蠢男 蠢女人 反過來你這個蠢男人 那就是了 那就是那個人 完全中了 所以他還要被人說 他什麼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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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女人 真的不要了 大哥 我又不寫他的名字 這些都是傳言的 他說 我們做娛樂圈都習慣了 很多留言匪語 都是要適應的 哈哈 他都沒有辦法去回答 傳言 但是他沒有說 是不是 他不敢直接回答那個問題 因為傳言是真的 對不對 而且比傳言更加離譜的是 那個老婆根本就是 逐步逐步 將他放進去 就是 把坑坑掉下去 那麼 朋友始終是兩個 就是 他還是朋友的 就是 始終他都是兩個 小朋友的媽媽 這樣 就是 跟著說 有關於挽留婚姻 他有沒有 曬鬼氣 有鬼 就是你 這個女人 是挖好那個洞 你哪有得去挽留婚姻 他肯定 你想一下 他什麼都遷就他的 為什麼不遷就 你要去讀書 你要去做事 什麼都給你去做 他都要和你離婚 如果還要兩年時間 他也是這樣 所以 我想是兩年前 2022年的時候 他真的才醒 他真的才醒 他姐姐真的才挖醒他 這個問題很難去說 他說 因為是我們私人的事 都過了一段時間 很難再重頭去說這件事 郭忠祐真的很後悔 是不是很後悔 他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要挽回家庭 就是這樣 都說了一些有關於 他和陳曉華 培養感情 做了新劇的事情 但這些事情 都不是太重要 然後 他就說 要在八月份 陪兒子去英國升學 我兒子已經十七歲 十七八歲 讀音樂 他也說了要請假 要遷就一些時間 這裏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你聽到郭俊安 他用十幾天陪兒子去英國升學 我想當中你們都是爸爸媽媽 你們都可能有子女試過去外國升學 那 我當年我老婆陪兒子 我曾經說過 就是過去升學 那 你要知道郭俊安要做這件事 其實都很痛苦 因為為什麼要和劇組牽授時間 等等 而且過了十幾天 那你回頭想一想一想 就是 一個 怎樣的媽媽 才會放棄 陪兒子 去英國 度過這個人生 一個新開始 一個重要的關頭 你想想 一個什麼的媽媽 才會做出這件事 你想想 你是一定要和兒子 就是 你不關心他 你不愛他 你才會覺得這些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你不渴望和兒子去度過這個 他很關鍵的時刻 對不對 你不希望在你和他日後的回憶裡面 有這個片段 你知道 日後他長大了 他會記得 永遠記得 爸爸媽媽 陪他來度過這個人生的一個關鍵 去支持他 一個無言的感激在裡面 這件事是很寶貴的 但是 媽媽 完全不重要 他有什麼做 其實他就在那裡上班 是啊 就是這樣 就希望 你的兒子 在你以後一生人的回憶裡面 你不要存在 那個媽媽 曾經陪伴過你 去支持過你 我的回憶裡面 都沒有這個片段 一個多狠心的媽媽 才會做成這樣 一個多對子女 是不愛的人 才會不珍惜這些 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說 歐善儀是一個混蛋 我覺得 我從來都沒有錯 他就是一個混蛋 就是說 很多人給了很多藉口 歐善儀 就是說 老公慢 老公慢 其實這些都是喘測 完全是斗零的根據 都沒有 但是 你傷害了對子女 從這件事 你就看到 多麼關鍵 多麼 現實也看到出來 就是 你有什麼事情這麼大不了 你很重要嗎 你是什麼重要時刻 陪兒子去讀書這段時間 你都不珍惜 之前考試已經沒有去珍惜這段時間 沒有 他就盡量希望 還要脫胎 我生完你 還有什麼事 我們都沒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大 自己走你的路 我想真心問一句 就是 看著這段影片的所有朋友 你 真的認不認識這些 這樣的女人 你有沒有 女性的朋友 真的這樣 做得出這件事 就是我以前曾經 就是你知道的劇本 我經常寫劇本 就是 那些電影 電視特別有留意的場面 甚至乎廣告都有 就是那些父母 兒子在台上 準備拘捕他的大提琴也好 拘捕他的大提琴也好 他總之要表演 接著 下面見到一個空位 就是父母還未到 父母還未到 一直在等著 然後出個點 接著就在拍辦辦公室 爸媽 或者爸爸在那裡很辛苦 接著怎麼搶車去那裡 去追這些位 大家看很多這些事情 為什麼 每一個父母都會覺得 陪伴的子女 度過這些關鍵時刻 是非常之重要 是愛的表現 不能夠去出席的話 一定是人生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因為在這個回憶裡面 大家以後就沒有了這個 親密的片段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希望 我們最愛的人 和他們一起度過 他們最關鍵的時刻 你想想 這個歐善兒 是多麼無情 才可以做到 完全沒有事 我上班最重要 我自己在房間裡做些事 這是人生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怎麼會 這個 什麼 我兒子 讀書 有他去 有我老公陪他 你真是要留下研究 好老實 我想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是不是你真是認同他 我真是頂不住 在這段的情節來說 我真是沒有話可說 好老實 劉定堅真是接受不到 每一個父母不能夠陪伴到子女 在這些人生的關鍵時刻 大家都會覺得是很後悔的 我都認識一些子女 有些父母 他有試過 很忙的時候 他都盡量抽些時間去 他原本和子女的關鍵都沒有 關係沒有那麼好 但是 都要送他去我的讀書 大佬 是陌生的 大佬 有什麼事怎麼教 你都擔心 幾差都很寧願說 快點你上學 我就轉身走了 因為我有很多事做 但是他都 都要去 有這個時刻 去得到 是不是先 譬如說 畢業的時候 扔一些博士帽子 我想歐善怡一定不會有興趣出席 老實 聰不聰 將這個問題交給大家 如果你都覺得 這件事是合理的 你就不妨留言 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稍後我還有一段影片 是會回應 昨天出的影片之後 有很多大家 有些問題 有些意見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看看 因為我都看了 歐善怡在阿蛋那裡 有個訪問 我大致想說一下 他的表現 好嗎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 多謝了 拜拜